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鳴谷屋位於愛知縣的西部 市區人口大概230萬人 面積比台北市大一點點 前往北路、儀式神功等等的旅遊景點都不會到很遠 鳴谷屋市大部分的景點都聚集在市區 交通很方便,二日遊就可以cover到很多景點 把這裡當成五天四夜自由行的起點或終點應該很不錯 本集影片Bobbo就帶大家來一場鳴谷屋以及犬山城二日遊 假設我們到鳴谷屋站的時間是早上9點 我們就先去用個經典的鳴谷屋市早餐 從車站走個15分鐘左右我們來到了吃茶名店Bucho Coffee 外觀看起來真的不太像吃茶店 但走進店裡會發現還蠻有氣氛的 點一杯自家烘焙的咖啡 配上鳴谷屋的小餐紅豆厚片吐司 方的圓的都有 紅豆上又有點奶油 吃起來甜甜的,而且很有飽足感 鳴谷屋的第一餐就讓我們HP全滿 如果吃了太飽想消的話可以選擇走路半小時 不想走的人可以走路加搭車約15分鐘 我們來到鳴谷屋的大景點,鳴谷屋城 這裡是1615年由德川家康下令建築的城堡 號稱日本歷史上最大建築面積的天守 可惜天守殼於1945年空襲中炸毀 雖然於1958年由鋼筋混凝土重建過 但經過了60年因設備老化而不再對外開放 2018年重建而成的本丸玉墊 也就是偽張藩主的宅邸 是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入場觀看的 這裡總面積3100坪 總共有13棟建築物以及30個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忠實的還原燒毀錢的模樣 看起來十分的金幣輝煌 感覺置身於江戶時代有錢人家裡 現在時間接近週五,我們來覓食吧 明古屋城附近的金夏寫恆丁 聚集了明古屋的當地美食 我們來到的區域是成東門的義職種 雙餐就吃明古的味噌炸豬排的代表店 食廠炸豬排吧 聽說味噌炸豬排是出在店主喝醉的時候 吃到味噌炸肉串為靈感而研發出來的 味噌炸豬排的靈魂味噌醬使用一年半熟成 可以把炸豬排的油膩覆蓋過去 非常的好吃下飯 吃完中餐我們用散步的方式走到 九屋大通公園 陸上會經過明古屋市議所 還有愛知縣廳 這樣都有歷史一的建築 皆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九屋大通公園 可以說是都市的綠洲 是二戰之後所建立的公園 長約1.4公里 寬約78公尺 這個公園不只有綠地跟自然 也利用寬廣的空間 引進了商場跟餐廳 以及很適合打卡的藝術品 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是有將近70年歷史的中部電力Mirai Tower 就成明古屋電視塔 來到約90公尺高的展望台 雖然這裡比較起其他地方的展望台算是低了一點 但由於周邊沒有什麼高的落下遮蔽視線 可以看到整個明古屋市的景色 也可以遠眺剛剛拜訪的明古屋城 聽說這裡的夜景更精彩 找機會來看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3點 走路到熔站搭乘電車 大概25分鐘來到熱田神宮 這裡相傳是日本三個神器草替神劍所在地 也因為其地位 巨肉讓子神社的重要性僅次於衣食神宮 這裡將近2000年來都是熱門的參拜地點 新年拜年的人數可以高達200萬人 境內包含本宮總共有45個神社 大家可以好好散步探索 如果肚子餓的話 這裡也有休息區可以吃的東西 離開熱田神宮大概下午5點 我們前往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 大須商店街 這裡是以大須、觀音等等廟宇的餐道為中心 而繁榮的一個區域 已經有400年的歷史 從江戶時代到今日都充滿了活力 這裡由頂商店街總長1700公尺 總共有1200間店鋪、餐廳、電器行、服飾店、營應俱全 包含還發現一間台灣人開的小吃店叫做立場的台灣民屋屋台 說實在話真的很台很好吃 讓我想為了這家店再來民屋屋幾次 我們在商店街逛到7點半左右來吃個晚餐吧 我們來試試看民屋屋最有名的披薩店 Pizzeria Blancheria Cezari 經營者木島昭成先生 得過很多世界級的披薩比賽冠軍 家店的窯爐請到拿玻璃的職人來製作 烤出來的披薩很實在 帶有很棒的焦香味 讓人欲罷不能 除披薩以外 家店的開胃菜、餐前麵包、義大利麵、火腿等等都很棒 找多一點的一起吃 可以點超多料理、享受晚餐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晚餐中結束哦 今晚我們下探飯店是車站附近的Ivy Style Hotel 雖然是平價商務旅館的價錢 但是大廳跟房間等等的硬體都算蠻時尚的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今天一早大約7點 我們先用飯店的早餐後前往下一個景點犬山城吧 這裡位於愛知縣的犬山市 離民谷物車站坐電車 將走路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 城堡本身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的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會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而這其中十二棟中只有五棟為國寶 犬山城就是其中之一 這裡據說於西元1537年 由枝田信長的俗父建造而成 在1617年時 偉張德川家的城子 成賴政城 獲售犬山城後 把城堡家以改良 接下來這四百多年來 經過了明治為先的廢藩制限 地震 二戰後颱風摧殘 雖然經過多次修繕 但天守閣一直屹立不搖到今日 犬山城建造於高於85公尺的丘陵上 本王的天守閣就處立於山頂之處 天守閣高19公尺 占地面積大約700平方米 總共四層樓高 和32公尺高的積錄層 比較起來小了很多 但這裡的特色就是四樓的屋外區 也是五個國寶城堡中 唯一個可以走到室外的環形外廊 走一圈可以看遍這裡的美景 鮑勃最喜歡木燈穿這一面的景色 除了在天守閣看景以外 從遠方看天守閣也不賴 犬山城的對岸祈求祈福縣 我們就來從祈福欣賞愛之縣的犬山城吧 犬山的城下丁非常的古早味 有種回到江戶時代在城郭散步的居民一樣 鮑勃就來推薦這裡的幾個美食吧 KOKOTOMO使用的犬山這裡自家製的米製作的年輪蛋糕 非常好吃 我們拜訪了三隻碗店裝潢十分漂亮 在這裡邊吃邊休息吧 這一區也以各種不同口味的串物文明 大家來吃個串炸吧 也有不少小吃店販賣頂級日本和牛非駝牛的沃壽司 雖然要賣一個一千塊左右 但可以吃到A5的牛 算是蠻划算的 拿來放壽司的盤子 即是鮮貝 可以拿來吃哦 犬山城東邊的有樂院 也是犬山市的避訪景點 有機會的話可以申請參觀茶室內部 整個有樂院的腹地不小 有很多建築物可以參觀 在此悠閒的散步吧 現在時間大概中午 剛剛在犬山城都是以吃小吃為主 應該沒有很飽吧 我們回到名古屋車站附近 來吃個名古屋的另外一個名產 鰻魚飯 我們選擇的餐廳是 うなぎ屋 しばふく屋 這家店可能沒有蓬萊宣等等的名店有人氣 但顧我MAPS的高分 食べ物百名店 還有米其林指南等等的推薦 也是上Bobbo越越意識 職人用炭火烤出來的鰻魚皮 帶有脆脆的口感 以及醬汁的美味 搭配上埋於細嫩的肉質 直接吃或加到茶包飯裡面 品嘗不同的味道都很讚 好吃 吃完中餐現在下午2點 我們前往代表愛知縣 以及全日本的汽車公司 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從餐廳走路加搭車或是直接走過去 大概25分鐘左右 這裡原本文明自44年 由豐田集團的創始人 豐田佐吉研究開發織布機 而創設了試驗工廠 迎接我們的就是豐田佐吉 於1906年發明的環狀織布機 為日本近代化有巨大的貢獻 纖維基線管原本是大正時代所建造的紡織工廠 大家可以參觀當時工廠一條龍的設計 豐田洗衣郎 創始人的兒子 於1933年成立了汽車部門 卻有享譽全球的豐田汽車 汽車館面積將近8000平方公尺 展出了很多開發汽車的珍貴資料 包括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汽車工廠這一部分 透過機器看到汽車如何被製造出來 真的很屌 離開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4點多 往名古屋車站方向走 可以順道路過擇武之身 這也是西元1904年的一個陶瓷工廠 由於對日本近代化產業的發展 占了舉出輕重的地位 也被日本經濟部認定近代化產業遺產群 此地的綠地跟紅磚倉庫 很適合在這裡小氣一下 順便拍些照片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5點左右 我們從名古屋車站搭個兩站 來到榮這代 這裡一路到市場丁站 就是昨天我們去的大區這一帶附近 真是逛街的天堂 商店街 百貨公司 地下街超級密集 小小的區域可以讓你逛到爆 我們晚餐前就在這裡逛逛吧 晚餐的話我們就來試試 名古屋的另一個特產 味噌煮烏龍麵 山本屋本店 充滿嚼勁的手工烏龍麵條 以及味噌和鑑魚湯汁完美搭配 使用伊賀做的土鍋 享用熱騰騰的食物 冬天的話吃起來真的超爽 吃完晚餐時間也不早了 我們今天的行程也就結束囉 民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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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